我還真的滿驚豔的 因為在七瓶精華版的 這個發飾風格當中 妳竟然還可以有 玄關的這個空間 對 這是一定要的 走進來 我們不管是天或地 地我這邊也是做了一個 大理石的拼花 中間還水切一個 類似歐洲皇家的圖騰 這算是每一個貴族 都有自己的家徽對不對 沒錯 所以他們家裡也有 他一進門的地方 就是他的Logo了 是的 不管在地上 在左邊連心鏡的這個 左上跟右下都還是有 對 非常精緻 其實妳知道嗎 光玄關這個空間 妳就做得非常的精緻 我們先看天花板 我看過很多人用線板 可是我沒有看過線板上面 還可以有這種 妳說羅浮宮的那種 有點歲月 歷史痕跡的漆 對 這個宮是非常繁瑣 最後就是用手宮 慢慢… 一朵畫一朵畫一朵畫畫上去 描上去的 對啊 不管妳看天花板 線板的這個地方 然後或者是接著我們看到 在櫃面這個線板捏旋的 就那造型真的 不是那種制式的造型 就是經過妳精挑細選就對了 是啊 所以在這個花板上面 你看也是整個都是精漆 來做圖等等效果 再著 因為它是我們講的是一個 小飯店感覺 進來玄關的地方 不在乎 不外乎一定是有個 mini bar設計 OK 因為妳要頂級套房 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配備 沒錯 然後請妳看 我外面呢怕… 因為一般你看冰箱很熱嘛 所以我怕它散熱不良 那一般通常是挖在正面 妳說什麼東西 散熱孔對不對 對… 可是為了我 為了愛漂亮 愛漂亮 所以把散熱孔 那個把它留在側面 側面散熱 所以不會影響我立面的造型 這次我的把手 整個都是選施華洛士奇的 對 它可是有認證的 有Passport的 對 這個整個都是這種感覺 然後手把你看 每個都是施華洛士奇 OK 所以這個空間要營造出那種 非常完整 然後比較高貴的法式風格 這種小細節都不能忽略 沒錯